昨日我们说到,同观带上那些残兵败将是一路奔徒,但是沿途经常都飙出一飙的梁山人马,将他们伏职截杀,尾头刚刚才冲过了炮子头临冲和双边呼盐掌的拦截,那边又遇到九文龙史晋和青面兽杨子, 结果又折损了两元大将,同观和风美不胜,这样才冲出了重围,这一下他连继周城都不敢回,急急忙忙就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那样,一年跑了六七十里路,才够胆停下吐一口气, 这个时候才是人群马乏,同观见了一条小溪,就叫那些军兵,将马匹放进去饮水,透足精神,明天再怎么算人马,再作打算, 那些士兵听到的一个二个,立刻将马匹的马鞍都解了下来,就放一些战马去饮水, 但是,大家都还没头顶,突然之间对外那一声炮响, 接着那些战在树林里面,好像如点射过来,吓得军军惊,吓得上岸, 就在这阵子,只见对面树林边,船出一招人马,为首的三个马上英雄, 中间一个,正是沐宇箭将清,其他两人,狐围左右的是龚王和丁北宣,只见他们带着三百马军,船风地杀到, 同军见到这样的大惊失色,大惊艳,谁和我上去迎敌啊? 这阵子,在同军身边,除了风美不胜之外,剩下的就是那个宋州兵马刀键周迅,周迅认识的象征,知道他的利害, 但见到他带着三百人这么少,想到自己这边,虽然刚刚打了败将挫折锐气, 但起码都有几千人在树,怎能被他将军欺负,于是拍马上持刑敌,不正与风美商量, 梁山伯的人来到,你说他有得埋伏的,你怎知道他还有几多人追杀过来的, 不,不,等周迅打着先,我们肯定要快点先走,两个人保住同军,又继续向前奔逃, 周迅这个时候,本来只是拍马挺枪和张青打在一起, 但是打打下见到同军他们拼命这么走,哎呀,那还能够, 他心惊起上来,哪里还有心情再打下去, 确定逼开了张青,然后拨转马头想走, 怎知道张青还放你走,开了声,一粒石仔打过去,拍阿青, 打中那个周迅的后颈,哎呀,周迅指那些一阵踢痛, 再也坐不定劈踏,在马上就打下来,然后拱王钉得算在旁边飞马过来, 两把他一起执入周迅的烟口,当堂也是一命护肤,同冠他们离远见到, 哎呀,吓得斩战心惊,还怎敢停留啊,一路带着那些残兵败将, 走到东征城附近,这样才敢停留,同冠最后知,所以走得掉, 还是因为这个宋光有仁义之心,而且他心里面一直都是想着, 大家始终还要受朝廷的照安归信朝廷,不肯放手追散,一看到同冠败走,离开了梁山地界, 竟然这帮徒领还不肯放过他,要追同冠,即刻太大宗全下将令, 告诉大家,即日收拾各路军马,马上回山一起庆功。 就是这样,梁山坡各处的人马,敢轻明军收兵,大家回到忠义堂上, 嘿嘿,真是人人兴奋,个个开心。 宋光又将断壇举,陈主,这些捉到的朝廷将官,全部都盛情款待一番, 说明梁山坡的好汉,不是想和朝廷为顶,只是为世所逼, 希望他们能够将梁山坡人的心意,品告皇上所知,早日领受照安。 那帮人这个时候,刚刚才是精魂扫定,有什么都拼命应成就是了。 宋光又叫人将兵器马匹都还回他们,又专程送他们下山, 然后就等他们自己回到忠义堂,这些我们就不再说。 搞定这一切了,宋光才回到忠义堂上,再和吴仰他们商量。 各位,今次同贯大约十万大军进犯梁山,结果宋光采用了吴仰的计划, 第一次是用九宫八卦阵大破对方的四门兜底阵, 这一切故自然是因为梁山坡, 这一切故自然是因为梁山坡仲伟投令的英雄了得,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吴仰这位自多姓的祝志多谋, 这一切可以说是杀到同贯心胆驱寒, 现在可能发梦想在梁山坡都害怕, 吴仰小小说, 同贯这次这么没面子回到军城, 他如何稳咒皇帝唐输他的失败我们不管, 但是这一次朝廷受了这么大的挫折, 他们一定不甘心, 或者可能会再派大军来征绕的,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调以轻心, 现在应该派的人去征续给他们探听虚实, 然后迅速回山稳告, 让我们好早作准备。 宋光卿说, 郡仕你这么说, 就真是对我心意, 不过你说众兄弟之中, 谁可以做得妥当这件事呢? 在这个时候, 只见到众人座位之中, 有一个人站起来说, 两位大哥, 让兄弟去吧。 众人一看, 大家都说, 没错没错, 他去的最妥当了。 各位, 这个是什么人呢? 原来他正是神行太普大宗, 宋光见到他站起来, 他也说, 探听军情, 谁都比不上你兄弟。 不过, 贤帝当然去得了, 但也要找个人帮忙才好。 李葵一听了十个星期, 他又不用说了, 不过, 大理院长和我是老相亲, 我是他老公, 那不如今次陈我陪他去吧, 大哥, 你说怎样? 宋光一听就笑, 哈哈, 你是个夜市精, 你一次去东京的探听军城, 不可以再有什么茶子出的, 你就和我坐下就行了。 哎呀, 哥呀, 这次去, 我保证不夜市, 最多人家打我, 我又不还手, 骂我, 我又不还口, 你这些话都信得说, 坐下。 宋光就再不给他面子了, 人家转身说, 有这位兄弟, 可以陪大院长去走一次。 剧八鬼留堂就说, 小弟愿意帮个歌手? 好, 于是, 当日两人的收拾行装, 接奔东京城而去。 各位, 带中留堂怎样探听小声, 我们不说了, 回来再说那位同贯同书默, 这个同贯出精神的时候, 是指高起扬, 带着十万大军, 浩浩荡荡地杀向梁山。 本来按照他的估计, 自己带着人压倒上的兵力, 应该不用多久, 就像伴师还朝, 又立一宫。 但是现在, 沿途再收那些残军大将, 十万人, 最终找回来, 只有四万多个, 哎呀, 足足不见一只大军, 来到东京城附近, 哎, 同贯都觉得很没面子, 就吩咐那些大军的头目, 各自带领本部的人马, 回到本身的州滚, 自己只是带着那些御林军, 就进了城了, 入到京城之后, 同贯不是立刻入皇宫向皇帝品告, 而是一个屈你审, 先走在太司赛中的府帝里面, 当然了, 打了一个这么大的败仗, 就这样上朝去见皇帝, 就算自己是忌得皇帝的欢心, 也不用说, 杀人要杀口也行, 所以, 他首先回去, 找自己的靠山, 赛经商量一下, 刚好赛经今天也没有上朝, 但他一听到同贯回来, 立刻进来找自己了, 人家说, 肯定是战事不利了, 他马上叫同贯进来, 一看, 哎呀, 似乎不认得他这么小, 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这几个皇帝身边的重神, 都深知道君皇帝的皮姓, 这个道君天使自己不是很英俊, 但我们前面也说过, 因为他喜欢写字画画, 所以新边坟是得他重信那些近神, 样子起码也有差不多, 千万不要让他觉得硬眼, 如果让他觉得你丑样, 那就对不起了, 肯定, 无论自己有财官都只能够镇守边关, 或者一些穷乡平壤的做小官, 所以蔡经他们明知皇帝的脾气, 平时都很注重自己的容貌打扮, 而表风道, 同贯这个人, 虽然为人卑鄙奸诈, 但实际外表看上去, 身材灰梦, 气与先昂, 且有几分统细的气质, 当日出征的时候更加精神斗手, 亏名夹量, 人家看上去, 还以为他已经打了大胜仗, 回来扔, 但现在蔡经再见到同贯, 他真是一个天一个地, 容颜潮水, 无精打采, 被他头盔压住, 他两边的头发全白白, 而他下巴的胡桑, 同贯对他那二十多条胡桑, 为何呢? 因为同贯清延时期, 才入皇宫, 所以他虽然静了身, 做了太监, 但是下巴那里, 依然生出了二十多条胡桑, 做了太监都依然生疏的, 可能古往今来都没有几多过落, 所以同贯国家不知多骄傲, 对胡桑保护得很好, 平时都细心疏得油光滑令, 但是现在你看他, 下巴的胡桑全白白, 而且不知多久没有打理过, 洞歪西斜脱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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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好像随时胡桑会全部脱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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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, 但是他必须要开口哭了脱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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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 梁山伯那些拆人居住地利之殿,那个军师吴仲又诡计多端,红军之殿和他带了两场戒战,都中了他们计算,选兵之将,还被人一路追杀,没办法,只要带兵回来咯! 那样?那样,你带他十万人马,现在剩下四万人马,那你带他十年上将,阵亡四个,有两个又被人捉了,那样,这件事不小,看来,我都要叫太尉公求过来, 我都要一起商量,才好作应对,蔡精一刻叫家人,请高求马上过府,有要事商量,高求是殿税府太位, 但是,殿税府当时宋朝的官制来说,是属于朝廷最高的军事机构,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,所以,同冠打了一个这么大的败仗,高求没有理由不知,蔡精叫他来,只要他一同想起,帮同冠掩盖这件事。 本来,高求和同冠的心里面,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对的,因为同冠掌盖的书物丸,本来类似于今天的总参谋部,是应该隶属于他的殿税府之下的, 但是,因为同冠掌盖是似着自己和蔡精的交情更加深厚,另外,又豪得赵家的宠信,所以有时,他都越过高求直接和蔡精商量有关军事方面的事情, 高求本来,高求本来对他有点不太信任,现在听过他打了一个这么大的败仗,心都不知道多么疏肝, 但他都明白,自己和蔡精同冠他们现在是坐在一条船,如果同冠不行,高求也不太好, 想一想一想就说,书上出尊的时候,其实我也想提醒一下你, 唉,梁山博那些贼人,一向都归宿在水博里面,书上只是用马步军,精子乌,武带水军, 那么水博之前又怎样继继续持进呢?先是失了地理,又没有水军配合, 所以输了这一仗,其实也都不算觉得很奇怪的, 同冠听到他的宠信这么闹,是不是他坏人呢? 你说得这么闹,当事人皮死我,现在放在马后跑, 但是这个时候自己要求人,所以不敢出声, 蔡精就说,算了,算了,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件事, 怎样向皇上品尤,同书物他, 只选择了这么多层马,又浪费了很多钱量, 再加上那多久的兵马刀银都选择了这么多, 这件事,我想一定能够居实品就, 如果不是的话,同书物和我们都很难担待, 高求就问,那太师你认为,我们应该怎么说呢? 嗯,敢啦,明天,我们一抢皇上品奏, 就说同书物这一次进兵,去到梁山博, 只是打击一两次小掌, 怎知因为带去那些北方的士兵,八木水土, 所以,好多人都病了,后来还闹起瘟疫, 有些军兵还因此病死, 同书物之后,没有办法再打下去, 所以只能够先行办事, 到时候,我和高太卫在旁边帮定口, 估计皇上都不会怎样怪罪的, 同书物之后说,多谢恩赏,多谢太卫, 到了第二日, 杜军皇帝宋征宗召吉上朝, 蔡精就立刻向他品报, 说精土使同书,已经带兵在梁山博回来, 正在五门外后寺, 杜军皇帝一听就打了个疼, 什么话? 带了十万大军去, 一张战步都未送回来, 就擅自带兵回来? 不用说,肯定没什么好事了, 他立刻叫同贯进来, 问前方战士, 同贯将他们商量好那番大话说完出来之后, 直谓说, 皇上, 就是因为军中的瘟疫, 蔓延得越来越厉害, 祭州府已经征住了很多医生, 束手无策, 也无法照顾那么多人, 病重病死的人越来越多, 所以微臣斗胆, 擅作主张, 想着留在这里都无法再打下去, 反而浪费很多国家钱量, 立刻退兵回来正事先, 事前未作传事, 望向皇上输罪, 赵吉听见, 面色都变了, 他拿起龙岸前面那块龙斩, 即是皇帝御用那块金堂墓, 坐力一拍, 拍一拍一拍, 看着同贯可惜, 同贯, 哎呀, 哎呀, 皇帝好像生气得连声都变不到, 蔡精和高球见到这样, 大家的心都呆着这个疼, 什么皇帝生气得这么? 各位, 那个蔡精和高球平时服侍这个杜军天子, 觉得他除了画画写字的时候, 只认得意气飞扬, 灵感传荣之外, 对国家大事毫不上心, 任得他们怎么说怎么好, 基本上, 对他几个人都是言听计从, 蔡精以为皇帝对国家大事都不起那么上心, 自己的骗过谈话呢, 亦都可以说天衣无讽, 皇帝听到说, 哦, 是个老天爷跟我们过不去, 不关同贯事, 就算真的要处罚同贯, 应该不会很厉害, 谁知, 这个杜军皇帝听原来居主要是这样, 因为他们实在太看小这位杜军天子, 各位, 历史上的这个道君天子宋徽宗的确在一个无道昏君、北宋王朝在他的统治之下, 搞到腐败横行奸臣当道,莫力衰美。 后来他和他儿子都被金兵捉了去,在那边做了十多二十年的俘虏,吓死而乡。 这些是后来的事,现在我们不需要再说它。 其实赵金这个人虽然做皇帝的水平很差, 但实际上他是不笨的,如果他真是笨的话, 又怎能画出那么多全世的画作,又或者写这一首那么漂亮的好字呢? 所以对于蔡晶高求他们那种东西,他心里面其实都有几分明白的。 但是这个皇帝可能就认为天下都是我的,我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。 如果选你的忠臣来放弃我,他整天都说,皇帝你不要做这样,皇帝你不要贪玩,要处理国家大事。 那我做这个皇帝做得这么辛苦,哪一意思只得格? 什么高求赛金,我喜欢玩什么,他就找什么让我玩,我喜欢做什么,他们就帮忙跟我一起做。 我喜欢了个李思思,几多人对我有所非议,但是高求那些又不是,还弄了个地道,方便我和李思思相会。 所以找他们帮忙,我这个皇帝做得多舒服,至于你说,他们贪点钱,那就由他们贪,总之不要败了我身家就可以了。 所以对于赛金那帮人做的事,他们向来都是直眼开时,直眼闭,但是这次不一样。 以前同伴没有打仗的话,打了胜仗,打了小胜仗的话,打了大胜仗。 那也算了,最多是骗些钱。 但是现在这次去到梁山坡,一张战报都未写回来,跟着说已经大兵回来了,那不用说,肯定是打了败仗。 又说军事不服水土,有瘟疫,所以很多人生死了。 可能是被贼人杀了而已吧? 这帮人丢了这么大的架,现在还夹来想骗我? 赵吉越想越生气,一怕龙胆,就想把同观治罪。 各位,欲知后事如何,明天再说。